259,大公報,舉報而指賊或炸餐廳波士頓警官大義未親 2015年7月15日國際新聞A12,大公報信 據美聯社報導,波士頓一名警官之指 受到極端組織伊斯蘭國、埃斯斯的古惑 密謀在大學餐廳引爆高壓窩炸彈 還準備在網上直播處決學生 據波士頓官方13日披露 這個名叫阿力山大·希科洛的23歲男子 於本月4日被捕時身上攜帶大量武器 此前,他已被警方嚴密監視 由FB的精神S公與之聯絡提供所謂武器等 警方稱他的父親羅伯特·希科洛是一名波士頓警官 據說正是他提醒FB注意自己而指對伊斯蘭的興趣 去年9月,調查人員收到舉報稱 阿力山大打算到海外去維埃斯斯參戰 舉報人稱希科洛長期運有精神疾病 其名下的網絡社交帳號顯示他對所謂信蘭狠感興趣 後來,一名精神S公開始與阿力山大聯絡 得知他企圖用高壓鍋炸彈襲擊警察局等 不過,阿力山大後來改變了主意 打算襲擊大學餐廳 據稱,阿力山大在馬薩諸塞海州北加當時的一家旅 特爾馬超市買了一個高壓鍋,而他的靈感證實來源於 2013年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 最 waiting,囉? 酱難 desde天啊 大大會